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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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不太大 其實我只是覺得這個音樂很好聽 音樂還不錯 很舒勤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遊戲是小生生婆 對 KOMODI LIFE YES 這邊有那個拼音 波馬拼音 波馬拼音 這邊 然後這邊 YEAH YEAH 你這個滑鼠是沙小 好 不管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我們直接用遊客可不可以 進入遊戲 當然要先偷玩 不懂我怎麼知道你沒在搞 首先他可以先 讓你選 你要 女學生 然後 職業男生 社會 職業女性 很累 好幾乎 很累 還有職業男生 社會 好 難覺得嗎 不然你好不屁啊 我都好啊 看起來就一副屁孩樣 那 玩遊戲的不變法則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一頂愛酸雜肉欸 請我們看一下 那個娃娃系統 娃娃系統嗎 他剛開始做 對 不要玩直接女性 要成熟 是不能去霸氣嗎 可以可以可以 沒錯 要不要近一點 我們走清純的 好 下一步 頭髮 三種 短髮 他這種 他第一個不就跟那個高度設置一樣嗎 對啊 如何 這個吧 馬尾嗎 中色 黑色啊 我們彈的 就是要用 中色 中色有感覺 這個好 這個好 哪有眼睛眼就是 眼睛眼 選顏色 哇 哪有 這個沒有勾玉 對 膚色 喔 巧克力 塞成這樣 對 有腮紅 哇這阿里耶 這個 很可愛 蛋衣 中間 名字啊 可以取名字嗎 那這邊 可以用隨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美人初一 好我們會講初一 好就這個了 好 其實這款 我也不知道到底都玩過了 阿你有玩過你要講一下阿 沒關係我們 後面會有教學 對 首先一開始就是我們的女主角下車了嘛 那他就是回到他的庫船 小生村 對 然後他就遇到小可愛 口雞口雞 然後主線就是要跟他先講個話 叫你帶他 帶我們回村人 好沒有語音他只會笑 你為什麼要偷過了什麼 走 欸 好那就是回村莊 然後明明是他要帶路 我跑得比較快 都可以按自動 自動走路就對了 對 我也可以自己走阿 好這邊就要看一段影片 然後要打架了嗎 沒有沒有 怎麼可以打架 不行打架 初音 初音只能唱歌 所以要打架了嗎 不行 所以要 還沒還沒 好 那我們到小生村了齁 那他 第一個任務是叫我們回村長家 然後我們也會看到別人 這是別人 然後這邊 打開 這是一個線上遊戲 所以他可以去人家家裡蹭反 對 然後你就看到右下角這邊有一個功能 這邊有很多 然後按下這個 好 打招呼就對了 耶 還有這個 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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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村長家 那他就是有自動巡路 就是 不用在那邊自己手在那邊弄 好他就說我們回來了嘛 那 一開始就是 打招呼嘛 那 其實村長就是 會教我們 做一些 別的事情 這些話我們都不看了齁 那我們就要去回我外婆家 那 首先我們是先拿到一個工具 所以你要去一個最酷的地方嗎 對 我要去一個最酷的地方 去你阿嬤家 這是我阿嬤家 有沒有很像魔法阿嬤的記事感 好恐怖喔 今天沒有阿嬤而已 阿嬤 搞不好有你沒看到 阿嬤 幹 我怕怕 好這個 如果是我看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就直接掉頭走 我要回桃園 我要回桃園 我要回都市 超他媽還跟你在這邊 好那 首先他要先叫我們 割草 那就要先切換工具 就要開武裝嗎 沒有沒有 割草的東西 對不對 割草 水槍哥 割草還有錢喔 當然阿 你那個草根拿去賣 之前回收 這不就是 木材霧雲嗎 木圈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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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個森林 我看到我就沒想到大了 要嚇死人喔 這是廢墟吧 有點廢 欸 好可怕喔 這隻貓海車進來了 哇 那飛出去都不會受傷欸 欸 貓咪 沒有咧 貓咧 幹 你看他東西還會自己掉 你還說阿嬤不在 阿嬤不在阿 阿嬤不在阿 好 收拾 他要舉起來嗎 櫃子 他要舉起來嗎 櫃子 阿力氣好大喔 比我們還大 好可怕喔 他的包包好大喔 超猛欸 有加滿有加滿阿 這時候我現在馬上衝去跟他說 這明明就是鬼屋 你胡我 生物主廚是誰 蛤 是 是那個 片子裡面都會出現的東西 出長嗎 是個胖子 對是個胖子 你看看你的變化真的很大欸 我只有五歲的時候在這邊生活過 他媽的我現在二十幾歲當然大 你他媽扶我 他送了我一頂長帽 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加入長帽的一團 可是你沒傳 之後再做吧 然後去找陌生的小女孩 林茵 我叫初茵 她叫林茵 怎麼時候來個靜茵 我不知道 群茵也可以來 沒有 那小女孩是有過動症是不是 對 一條一條一條 小一直不都這樣嗎 還是裝了什麼棒子 沒有 不好說 裝了什麼蛋 好那這邊就是他叫我們開墾一塊農地 所以我們先換上鋤頭 所以我們先換上鋤頭 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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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種馬鈴薯 這時候就是走靠近農地 他就會問你要不要撥走 對 撥走 這跟渣男一樣 對 然後這邊你撥走 哇 既然他給我兩個我就撥兩個 好 收穫馬鈴薯 馬鈴薯非常快 那收穫基本上就是要用鐮刀 可以做料理 再採 OK 跟他對話 他說可以拿去賣掉 但是基本上 我是不會賣掉 因為這可以做食材 很難 嗨村長 他死 我不給你講話 幹 叫我跟他講話又不跟我講話 對啊 廢話你那麼老 果然是過動了 這文件多了 果然真的有一個箱子可以出貨呢 是 這邊有一個布告欄 那布告欄會發佈一些任務 就是你家要升級都會從這邊 那這邊就是可以升級 所以五個木頭可以升級我們的出貨箱 然後這邊就可以賣東西啊 所以可以賣真超嗎 不行 這可以賣破桌椅 這樣就可以拿到五十塊 然後這時候呢 手機就可以拿出來了 有人LINE你 他說忙的差不多了吧 第二份驚喜 我和媽媽特地準備一大堆好吃的料理 算是給你一個驚喜吧 回什麼 當然是回第二個啦 我們都作為一個吃貨 對我們身為一個吃貨 各種吃 不過你還記得種子店的位置嗎 幹 當身為一個路吃貨還是要不記得 當然喔 我們天籃呆 我把地址發給你好啦 好 地址呢 地址呢 廢 廢 地址在這 好那我們到種子店了 這是他老婆 跟他對話 我他老婆 我湯沒人吃 我不行 為什麼 哪裡不行 裝太老 就愛你這麼狗腿 就愛你這麼狗腿 就是這種狗腿啦 唉呀 真實 是不是我們狗腿 好這邊就可以學習料理啦 喔 對 那首先第一個料理是薯條 剛好六馬用薯條 沒錯 薯條 怎麼做 你覺得他這邊有一個箭頭 你要照著這個箭頭 這樣滑 他就消毒了 我覺得我馬鈴薯削得非常漂亮 這邊按一下就可以切 來切切切切切切 他把我另一個丟掉了耶 哇好浪費啊 浪費食材啊 切得很漂亮 這個可以看一看 那個青椒炒肉絲 然後把他倒進去 為什麼他沒炸之前就知道好樣子 他騙了嗎 回鍋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遊戲還可以讓你體驗到做料理的樂趣 對 OK 他說在找媽媽聊聊 他說製作料理就是要按部就班 不用太著急 除了步驟以外 就是要親自種植 對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買到很多種子 我去種 他叫我買番茄 番茄買兩個 為什麼要番茄買兩個呢 因為做薯條要番茄嗆 因為 番茄醬 對 OK 他叫我去聯絡木匠 有問題 有問題找木匠 就是修房子 對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阿嬤家真的是太可怕了 鬼屋一樣 對 現在回到我們家了 你就會發現他可以邊跑邊玩手機 各位小孩子不要這樣小 對 然後我們要先把這邊的草弄掉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種植地 所以底下也可以種嗎 底下可以阿 只是 這邊比較方便 好那我現在有兩顆 種子 剛買的 修 好就是這樣 吃肥 另外一個沒有吃 沒關係 我裝吧 沒關係 我真的覺得他這個每次推門那個門都會掉下來 太可怕了好不好 對 好這是賭房啦 看到這個廚房 真的是 有人來敲門了 有人來敲門了 我也看先猜 是阿嬤嗎 是阿嬤 誰 拓樹 我以為是拓海了 靠北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阿 出雲誰都知道阿 出雲誰都知道阿 又是小時候認識的 他是不是想要認我 對 好我拿到斧頭了 他要帶我去森林 我害怕 好可怕阿 這個遊戲 從剛開始就不對勁了 進到一個鬼屋 然後現在又要去森林 沒錯 好啦 森林 所以要打架了嗎 打架啦 這邊好多小怪 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老爽嗎 兔子人 除非一老花店的兔子 很多豬耶 好可愛 野豬騎士蘭 嘿嘿嘿 野豬騎士蘭 這邊有一隻 神秘的草民馬 都講話 神秘的草民馬 神秘的草民馬 他就要幹麻 踩礦阿 殺白木 對 然後你靠近他 這就什麼對不對 白木就是要殺 就要殺白木 因為要殺白木 那你靠近這棵樹 他就會提示你 要不要切換 然後它上面寫的是殺白樹 對 然後你把殺白樹 殺掉之後就會變了紗白木 倒了倒了 沒錯 好那我這邊踩完了 他一直叫我用金鑽號然後前往尋找 這樣子是 可以讓大家比較快找到東西 對那 這邊有體力 那每兩分鐘要恢復一點 那你會有疲勞值 就像我們人會有疲勞值 太累的話做事情會 可以消耗更多的體力 對那 主要是要看上面這個 體力如果沒了 你就要吃飯 就是要吃這種 料理 吃馬力薯也是可以吃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薯條 所以那體力比較多 對 然後再來是他叫我採 銅礦因為木材我們剛剛已經採過了 那地圖這邊點開 你就看到很多 這邊都會有 銅礦點一下就自己跑 嗯 沒錯這時候你就可以 那個邊跑邊玩手機 好每日任務領一領 只有該領的領領 我們在跑步的時間內也有事情做 沒錯 正好 每天中午都可以領半團喔 聽到 對 然後這邊可以快捷回家 只是比木場物也要方便阿 對阿 而且他有 有那個 線上的機制 那我再跟木匠講話 對 然後說要帶我們回去的拖書就這樣消失了 拖書就跑了 他只教我們怎麼砍木材 砍石頭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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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時候就是 升級 砍木材 跟新的一樣 對阿 至少比蓋子好多 對 然後他現在叫我做薯條 那我們就出門 剛剛我們不是有種 番茄 就把它割起來 欸 不是啦 咕咕 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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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製作料理嘛 就製作番茄 按最大 蕭 蕭 蕭 料理 這邊 自動 確定 他一分鐘以內都是免費的 蕭 所以你可以 空鷹 多支做幾個人 蕭 蕭 我們就做了兩份薯條 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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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蛤? 走啊 拓束有好好去幫忙嗎? 下面這個 他說我能回到這邊真的太好了 可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好 我看到那個房子我就覺得很恐怖 看到房子就覺得不好了 第二個是什麼啊? 第二個是什麼啊? 啊我給第二個啊 是啊 在這城市裡已經很久沒有感覺到 這種能和大家坦承交往的感覺 怎麼有點乖乖 坦承交往的感覺 他真的很期待親手吃到我的料理 那當然是第一個囉 對 廚房修好了 找回一些新的記憶 還記得雜貨店的擁伏國嗎? 神隱伯伯阿 選第一個 我選第二個 好喔 OK 煩欸 他叫我去找阿海啊 他叫你去找阿海 叫你去找阿海 叫我去找拓海 等下就會有86出來了嗎? 等下只有85 那前面主線就是都是在跑 所以會比較枯造乏味 那等於主線都跑完之後呢 基本上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對 你想怎麼搞都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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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他穿的最特別 對 他穿的最特別 他上衣跟有穿是怎樣 有穿跟沒穿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是獵人 我是豆子 他長那麼大字 叫他豆子 顏色很像阿 這邊可以買豬肉 他的背景是賣衣服的 可是他不是賣豬肉的 厲害吧 可是太強了 嘿嘿嘿 好我們要去找那個湯婆婆了 好 阿嬤阿嬤 那你有看到我阿嬤嗎 欸外婆給我的信 其實喔 孫阿我其實還在家裡 可是你看不到我而已 好可怕喔 這個壞榜樣喔 邊走邊不要玩手機 對 雖然這邊沒有車子 他還中跑的欸 好我們回到宅內啦 我們回到我們的 阿嬤家 鬼屋 OK他叫我讀阿嬤的姓 開看阿嬤的姓 外婆的寶貝 外婆的寶貝 對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外婆應該已經不在你身邊了 不知道你現在過得怎麼樣 我猜你已經健健康康地長大了吧 你大概比小時候還要能幹聰明 最能幹 不再是那個把外婆的廚房弄得一場糟的小不點 你他媽你現在家裡就已經一頭亂的臉 千盆阿 我覺得現在房間別亂 剛回到村子 是不是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 這是外婆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 也是外婆 守護了一輩子的地方 所以他外婆是秘密英雄 超級英雄 守護小生這個村莊 這是小生村 哈哈哈哈 這裡是小生村 如果你心裡有什麼疑惑 我不妨暫且留下來吧 這裡的生活能給你帶來一些不一樣的體驗 或許你會遇上一些困難 但你一定能尋找到心中問題的答案 我看到那個房子我就有答案了 我會回家 我想回桃園 外婆這房子大概已經變得又破又舊了吧 自己有字字字名就好 自己有字字字名很好啊 我的小不點被灰塵滿天的房子給... 難住了嗎 給難住了嗎 你一定會處理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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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擔心外婆會一直守護你 願你能一直逼逼要健健看看 愛你的外婆 所以看到這封信我合理的懷疑 外婆還在健健 外婆還在健健 突然阿嬤的姓 他有點懷念 小生日記 這邊就是主線阿 對他有分主線跟外傳 那主線就是 有一些主線動物 他就是叫你去跟人家講話 叫我們點手機 生活指南 玩家們最不喜歡看的地方 對 好 我們來對話 對話 喔沒有 那個要再去找... 然後這邊這樣子 再點日記 結束 然後去找裁縫店 對話 好 ok 進去 工匠 喔他在旁邊而已 好 那日記就完成了 我們的 正傳第一張 出回小生 就完成了 然後可以拿到 魚乾 沒錯 電話又來了 我們拿到了五郎 巴掛棍 對 那剛剛不是有說 就是 他這個 第一個主線 是告訴我們 NPC的位置在哪 對 不過其實點開地圖就知道了 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手機響了嘛 看一下有什麼 姊姊姊姊姊 你在哪裡阿 移毒部欸 這個不好 回復 發生什麼事了 你阿嬤被抓走了 什麼 爺爺要 給 鈴茵釣魚吃 可是受傷了 姊姊你快來村子裡 幫幫鈴茵啦 我覺得是村子阿 所以我們就要 直接過去幫幫他了嗎 可是我等一下還有演唱會 我們就要去幫幫鈴茵 對可是你老爸 可是我看他阿公好像還 站在那邊 站著四零八穩的 喔沒有啦 他閃到腰 好 再來他就是 教你怎麼釣魚 首先你要跑到一個有水的地方 選擇一個好位置 那應該就是這裡 然後釣竿的 除外他就會 補出來 你選我們的無狼八卦棍 對 按下去 他就會 教你 那 你看不懂也沒關係 做一次 我先 甩幹 甩幹 好這邊就是 會有一個漂浮瓶 裡面有魚 然後你就可以拉幹 然後你要在魚溝到漂浮瓶的時候 按拉幹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釣起來了 撩掉了撩掉了 沒有要種子 這怎麼說原來是鯉魚王阿 要釣兩隻 釣魚還蠻簡單的阿這個 可是是只有鯉魚阿 因為後面的魚會比較難 他魚竿的動作會比較快 好那就是釣兩隻起來了 然後他會有紀錄 好OK 好那我們魚也釣完了阿 跟他交談 他說要吃魚 好來吧 做料理的時間到了 學習料理 這時候就是要插入一根 又粗又慘的東西 好笑 對 然後在傷口上傻眼 他的眼力可真大 厲害吧 翻面 看起來真他媽的有說不好吃 有點黑 吃飯好吃嗎 他給我錢 不知道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第二張阿 那我們剛剛第一張過完了 也釣完魚了嘛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因為他剛開服有很多活動 對 他叫你做菜阿 帶貓回家阿 那這個貓一定就會有人問說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養貓 你主線過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可以養 所以他完全是照著主線的流程 慢慢的跑 所以就是要耐心的把主線過完 你整個過完之後就 開始你 蓋房子阿 還是你要做農夫阿 還是你要專門做菜阿 然後去跟人家組隊一起玩 你可以專門做菜 然後請你的小隊來你家吃東西 好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阿 那這邊還有一個網購 網購就是可以買小屋 好貴喔 很貴 但是其實這個貝殼是 任務就分手 對 那還有衣服 這邊 鑽石呢 鑽石是戳子 對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吧 那後面再陸陸續續的玩給大家看 好 我們會玩到主線過完 好 對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可以幫他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跟點贊我們的FB粉絲團 那有什麼想玩的遊戲 想看我們玩 或是有什麼疑問 想看我們抽卡 不可能 我是阿豪 我是阿豪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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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